監視器拍下 一名機車騎士 緩緩的騎在路上 忽然一個小家樹 往內側車道切西瓜 背後方閃避不及的小貨車 直接撞上 機車零件瞬間噴飛 富然先是撞上貨車右前方的保險桿 再撞上擋風玻璃 最後彈飛在地 當場陷入昏迷 所以你根本來不及閃他就對了 當我注意到他 他已經在我的車頭了 就是在這個位 就是這個位置 他已經衝到我車頭前面了 貨車板經裂開 上方的擋風玻璃更是淒慘 可見事故當下撞擊力道相當大 這起意外發生在八號上午十點多 一名六十六歲 無姓富人 騎車行進花蓮台九線 一百七十點七K處 疑似要左轉 但為注意後方來車 才會導致自己被撞上 富然傷勢嚴重 造成頭部重創 左腿部骨折 緊急送醫救治 大概因為開了五分鐘 患者就有扣碼轉圍歐卡 失去呼吸心跳 重返事故現場 富人的物品都還留在原地 警方對小貨車駕駛實施酒測 並無酒精反應 富人在回家途中遇上死結 家屬再也等不到他的回家身影 三立新聞旅園區 烙雲花蓮採訪報導